大家好,我是靜蜜大戰殭屍 今次玩這個叫做電擊滑步的噁心角色 是不是叫做電擊滑步 這個角色一開始我非常之不喜歡他的外貌 非常之不討好,所以我一開始沒有練到他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技能 但後來練完之後就發現這隻其實超厲害 其實每隻都有各自不同的能力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群攻的蟲 我的技能現在是配什麼呢? 等等,我先站在一邊 先站在一邊,掛機,AFK 先站在一邊,AFK 好 我的技能就是,先看看有沒有看 沒得看 沒寫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現在這個技能就是一個連鎖電弧 連鎖電弧再加增長 增長射程 基本上我射一隻,如果旁邊有敵人的話 什麼事啊 剛剛很減速 我頂住這個不是回血的 我最討厭這個位置不是補血的 基本上我一打過去,基本上有兩隻中招 但是 但是很包含地這次他們全部都是小隻的重 就是小隻的怪,所以我就打得不太爽 啊,已經死了 雖然被人倒閉了 喂,不頂住啊,大哥 你不放盾,你幹什麼啊 他明明剛剛上來,不放盾 這些真的累死了 你看 不放盾,肯定出去了才放 我們看著他,看看他什麼時候放 看來他沒有盾 既然是這樣,咦,他救人了 真的救人 太好了,然後有人救我 馬上給他一個讚 好吧 那這隻就是主要用來打大隻 因為他的射程如果打小隻 就非常痛苦了,你看 秒到最近 基本上他們三個站在一起死 如果高攻一點的話 這隻是屈機的角色 好了,不斷亂開槍就行 亂開槍就行 亂開槍,啊,爆了 這麼快,不要緊,小問題 始終如果第一波已經守得不好 這麼好玩 你夠膽走過來 現在已經死了 這隻主要如果你說 你怕自己的控制不好 都沒問題 嘩,他幫我加血 我沒理由不打 給了一支強心針我 我打算回去回血 基本上這個用來打大隻 小隻的話 如果你射程眼界好 當然最好 但眼界差就沒辦法 OK 好,我們準備在旁邊放個電給你玩 Hello 哈哈哈哈 已經電死了 好像有人找我 咦,看到了 好,大概就是這樣 殺個對方措手不及 這招電下來 當然也有不同的配技 我暫時只配了一招 這個電狐 連鎖電狐 再加射程加牆 這個我覺得是最強的 暫時我認為這個角色 當然其他我還沒用 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 嘩嘩 這個聽到聲音就要馬上走 好 否則你就會被人咬死 還要不能重生 這些很麻煩 其實這個角色 即是他那個食人花的角色 可以說是挺 挺強勢的 對 如果對方肯救起你的的話 如果對方不救起你的的話 其實沒什麼意思 你不要走 你兩隻不要走 試一下走在一起 看看你死不死 嘩,我輸了 走就先我 會不會追過來呢 嘩,又有食人花了 喂 搞錯呀 剛才有個什麼鬼 有個碗豆在這裡 嗯 不要緊 這些小問題 這些上有知事 死一死 好 OK 那我們直接 再來 其實這個角色 在對方推車的時候 挺好用的 對方推車的時候 非常之好用 有幾個好用的地方 就是 對方有很多樹人 或者很多橙 很多粒橙 然後 對方推車的時候 基本上 都非常之好用 因為一定會整堆人躲在那裡 哇 你整堆人居然打不爆這塊東西 這些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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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如一下車封過去玩 不如 不要走 你們 好,就是這樣 這個角色 嘩 哈哈 哈哈 看看有沒有人會過來 這裡有機會會有人過來 有機會那些 向日葵會走過來救人 喂 走 差不多要開機了 哈哈哈哈 我也猜到 哇 嘩 他又死 我也死 好,不要緊 好 差不多了 他們過來了 看到上面的綠色表 已經差不多到尾了 是時候要站在這個位置 站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然後瞄一下哪裏有敵人 這裡 比如 直接射過去 理論上其實這個陣也可以 哇 馬上炸了 炸了三件 這個陣 喂 沒有人救人 吃屎 這個是誰 醫生嗎 醫生來的 你看 不救人就是這樣 一定要救人 醫生 對,醫生這個 救起醫生很重要 然後我站在後排 我在這一連鎖電狐追擊手 嘩 後面有追擊手 我已經看到有閃閃發光 在瞄著我 好 好 好 最激手 其實這個最好的地方就是 他 有時候 那些電狐黏了其他人 其實那個人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死了 所以這個也是最強 只要有樹人 你瞄著樹人 可以打 樹人在哪裡 瞄著樹人打 就可以了 瞄著樹人打 理論上就有屈肌 還要站在這個紫色人後面 嘩 完美了 簡直是一個完美替身 動作一致 動作一致非常好 動作一致沒有問題 如果後面那樣看到 畫面很奇怪 其實這個移動速度 他是在瞄準的 跟我一樣 我也是在瞄準的 好 非常好 都不知道是不是 都不知道是不是電腦 為什麼可以這樣動 明明沒有敵 為什麼要站在這裡動 哎 又有追擊手 看到有閃閃發光的 就是追擊手 差不多 他們又來了 第二波攻勢 第二波攻勢 如果吃人花 吃人的話 你就可以射他 吃完人 因為他會減速 沒有了 看來 要爆了 看來 這些我不會上前 絕對不會上前 對 死了 這樣也不死 嘩 很多襲擊手 他們這樣也罩不到嗎 對面三個 對面 就這樣收了一個人 嘩 扔三支 射到我身上 神經病 然後前面那個紫色 還沒死 紫色那個已經帶走 紫色那個已經 然後另一套應該就是減緩速的 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 醫技技能 來到 傷害 作出這個輸出 有花仔 走 走去哪 花仔 馬上殺了 看到嗎 連鎖多厲害 他剛剛蒲公英出來 大約0.5秒左右 最主要用0.5秒這個速度 好 然後就死了 看看能不能夠他 夠到 可以走到哪位 他看不到 他射不到 這個位置 好 來吧 再凸出來 你那些粟米那些 最主要並不是打仙人掌 是打其他人 去連鎖過去 好像可以連鎖兩個 還是三個 嘩 這麼兇的 神聖最刺激 當我漏了 走 嘩 真的當我漏了 可以走過去 站上來 這裡 站在高位 這個位置其實 那些私人掌最喜歡上來 你要知道 其實守住某些位置 最重要是 這裡就需要一些 細心的觀察 好 這個時候應該不需要我 其實他們很厲害 老實說 很少可以看到 會守住兩條路 很少會有人 自發地守兩條路 嘩 頂師人掌 不要緊 小問題 吹個風 喂喂 我還沒吹過 就已經死了 始終這些太小 電力未必能打得到 當然如果你打到的話 證明你本身 本身瞄準那方面 都有一個技術 都有一定的程度 我就沒有什麼技術 我就沒有什麼 這個瞄準的技術 多數都是膠射的 這些位置其實最好就是 要是放這個大叫 要是照護醫生 我不是醫生 不是經常有醫生 在我旁邊 這裡 還有你可以判斷到旁邊的數字 看看旁邊有沒有人 這個死了應該夠不前 他應該會死 已經走了 嘩 來了幾吹啊 小子 走 別走啊你 又走了 頂啊 又有幫忙 上去了 應該 嗯 去了哪裡 走了啊 不要緊 哇 頂你啊 在後面 拜拜 他也死了 哈哈 死不死 他不死 一箭人 一箭人 好 OK 又是這個 有對了 這個 反正他一隻其實做不到什麼 如果被人特攻 好像這些 被人特攻就沒辦法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 因為我追不到 死了四件 在外面 這樣就沒有輸出了 其實我應該要搞搞那個人 嘩 真的 多姿多彩 不是要換人 我打不死 那隻碗斗 真的 那隻碗斗我真的沒什麼好人打死 他懂得玩的話 很容易走得到 我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要射死他 看看 救一救人 反正我現在撞 沒什麼作用 嘩 捉擊手 嚇死 是 死了 他有橙 又有點化化了 走 走 走到那邊 暫時都可以 40秒 現在看最後一波的攻勢 打這裡 他只是手前面 頂手不動 我會不斷射他 如果沒有私人獎 的話 嘩 私人獎 好 來吧 躲起來 小波樹佬 嘩 這傢伙 要不需要躲起來 要不需要躲起來 基本上限制這個私人獎 動動就行了 頂 被人圍 好啦 好 應該理論上沒有問題 看你們的攻勢也有點弱勢 只要有大顆東西 我就負責輸出 沒有大顆東西 我就可以休息 可以限制 那些私人獎的活動 譬如這樣 躲在這個位置 啊 躲不到了 走? 吃人回來走? 好 再去哪裡 好 今天趕走了 其實這招最弱智就是 你有機會阻礙到人 也有機會去 嘩 你有這麼多人 沒理由不放啊 這招 沒理由不放啊 這招 終於打死那傢伙 終於報仇了 好 還有哪個大顆啊 最後那隻吃人花 都看不到 搞定 整堆人都站在那裡 好 非常之厲害 非常之厲害 這隻 角色 但相信應該沒什麼可能 沒什麼人一開始會選他 因為樣子不肚 我想一開始 多數會選的應該是士兵 士兵 士兵 如果喜歡玩醫生 就是 醫血的話就醫生 然後其他可能玩近身的 近戰 追擊手 這些比較多人用 近戰追擊手 士兵醫生 士兵也不是太多人用 沒惡粉 居然 沒辦法 打不夠二十幾個 給那個 左手邊第二個 拿了那個 頂尖殲滅者 整隊都是花 不是太好 整隊都是花 我選了幾個 我選了十六個 有點少 好 在最後之前 我就給大家看看我的技能 我的技能是什麼 一會兒看看能不能轉到殲屍 希望能轉到 轉到就可以給大家看 另外我也在研究 看看有什麼技能可以配搭 好 草地佔領 先換 Yeah 對 這個 失靈 失靈 隨機忍敗 這個沒什麼所謂 不要都可以 沒什麼意思 因為這招的技能 就是說你換彈的時候 他會觸發一次大爆炸 其實沒什麼意思 有多名敵人士 我恢復生命值 這個沒什麼特別作用 因為我軟弓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好 要是這招 要是這招 最好就是這樣 好 連鎖閃電 還一把 酌痴手勢 這個其實都可以的 我第二個還是放了連鎖閃電 加這個 爲斜手勢 連鎖閃電 一定要有 另外 就是 大師的等級技能 我還沒有 開始裝填 倒電 這些就 我造成個 這個 這兩招 就是主動技能 這個 就是一個暴風,電的暴風 要解除這個才可以用到 到時解除就可以給大家看看另一招的配搭是什麼 今集時間到這裡,我們下次再玩其他的角色,拜拜